好了 各位同事 我们够钟也够法定人数 请大家可以先做一下 今天我们正式开始 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的会议 我们马上进入会议的第一行 就是自上次会议举行至今发出的资料文件 上次会议之后没有发出任何资料文件 由于在会议开始时 因应我们本年7月1日起 新校政府的架构重组 而理想了事务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所以想和大家报告 家庭议会的政策范畴 已经从福利事务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撥归到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所以福利事务委员会早前就认陆仲雄议员 建议成立的促进家庭教育时宜小组委员会 亦都会改为由我们的市务委员会下面 目前这个小组委员会也在轮后名单上 等候展开工作 希望大家拆试 如果没有问题和其他补充 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议程 第二行 今天主要有三个议程 包括地区服务及关务队伍 以及两个议程是关于开委的 现在请局方同事先进场 今天的文件是CB1004-2022-01 我们远远已经听到局长的声音了 先请大家先按按键 今天是关于地区服务及关外队伍的 好像很多同事都很关心 所以马上按按键 局长坐好方便便可以随时开始 谢谢 主席各位委员 施政报告在18区成立地区服务及关外队 我和民政事务总署的同事 今天出席事务委员会的会议 向委员介绍有关的详程 政府成立关外队的目的 是凝聚社区资源和力量 支援政府地区工作和加强地区网络 关外队会推展关外活动 例如探访有需要的人士 亦会协助处理突发和紧急事故 关外队亦会协助政府传递信息 并向政府报告市民的意见 为达致上述的目的 政府会参考区业会一般选举 选区分界 将全港18区或分成小区 在每小区各设一个关外队的小队 当区的民政事务专员 会是区内小队的总指挥 关外队小队以团体为单位组成 团体需要申请并通过轮选成为小队 每队的人数约8至12人 关外队的轮选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是团体因选 第二是服务建议书评审 和由我领导的全港关外队评审及督道小组 和18区民政事务专员领导的地区关外队评审及统筹小组 会负责有关的轮选工作 第一个阶段轮选的目的 是要确保申请团体是爱国爱港 能够支持和配合政府的领导 具备一定的地区网络和服务经验 拥有跨区域动员能力 以及有能力凝聚并会寻求社会资源 只要是符合评审准质的团体 才可以通过第一阶段的轮选 第二阶段轮选的目的 是因应各小区的需要评审团体的服务计划 以挑选最合适的团体成为小区的关外队小队 地区民政署会按照区程议备项目干要 列明必需的服务要求和关键职效指标 通过第一阶段轮选的团体 需要根据项目干要提交服务建议书 当中包括服务长程和小队的建议成员名单 在资源方面 政府会为关内队提供部分资源 地区民政署会在项目干要订定每小队的资助金额 每小队在两年资助期的总资助金额 约是80至120万元 我们亦鼓励团体透过赞助、捐赠 或者团体的内部资源来提供服务 关外队需要定期提交工作和财务报告 并安排独立会计师去审计帐目 地区民政署亦会定期监察小队的工作 以及检视它达标的程度 政府会在今个月内公开邀请团体 就荃湾和南区关外队报名参加第一阶段轮选 以期在2023年第一季 在两区率先成立关外队 而参考两区的经验 政府会陆续成立其余地区的关外队 欢迎各位委员发问和提供意见 多谢 好 谢谢局长 现在按制的发言有九位同事 我先读出 陈开恩 梁洪 毁 陈永恩 刘 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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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ROP 成立丰日 与陆梁臣 与陈家贝 与陆汉民 happening 每人四分钟 先请订阅陈开恩議員 谢谢主席 阅长 设立关外队一定是支持的 但实际上的运作 当局其实在关于怎樣姿势去做 我相信还需要时间来厘清和完善 我特别是关注民业和资源 尤其是在我们社会上 时不时也会发生一些论常的残劇 我想近來這個月大家都看到 很多都可能是雙腦或者雙腦照顧患病 或者是殘疾人士互相照顧等等 其實現在我們在社區裡 很多這一類的弱勢社群 尤其是過去三年疫情之後 我自己接收很多個案 都是因為疫情之下可能社工 或者其他服務暫緩了 令到他們的情況更加苦不堪言 而且可能導致一些悲劇發生 所以我想問一下 設立地區關內隊 其實文件裡也有說到 遇到一些協助處理突發和緊急事故 但是因為現在我們只是優先做兩區 所以想問一下 優先做兩區的時候 其他區有沒有一些臨時的措施 或者怎樣可以幫到手呢 這是第一 第二是每個小區設一個關內隊 就是每隊10至12人 但是每小隊兩年資助的總資助金額 只是大約80至120萬元 即是平均每月的資助額 是3萬至5萬元 其實大家做過地區工作 都知道是不足以支持到他們的運作 加上又需要多重的輪選 當局會不會考慮增設其他誘因 或者額外的資助 吸引更多熟悉當區的地區組織去參與 另一樣就是當局表明 其實關外隊和區議員的權責是不同的 文件裡也有詳細說到 但事實上過去地區深間細作的很多區議員 也有做以上的工作 當局怎樣協調兩者之間的工作 又或者怎樣把兩者更好地融合交流 那麼區議員的團隊又可不可以申請關外隊的工作呢 麻煩你 好 局長 麻煩議席 幾個問題 第一就是究竟我們在臨時的措施 即是我們當在荃灣和南區 當我們開始之後其他區是怎樣的呢 我請陳議員可以放心 因為其實我們在現在即使沒有關外隊 但是我們的民政署的同事 其實當有一些事故地區事故發生 其實我們的專員也都很即刻會送縮反應 可能最近可能都會留意到 就是灣仔的火警 一棟留意的火警 那裏面有些有需要的居民 我們都立即做了一些工作 那當然我們其實在這段時間 即是由荃灣、南區 到其他十八區都可以成立到關外隊那段時間 我們是希望能夠盡快的 所以其實那個時間 不會說我們做了荃灣、南區之後 要很久才去到其他區 其實只要我們稍後得到立貨會的撥款 和我們的人手是盡快到位 我們其實都會在其他區 都會開展我們的關外隊 所以希望那個時間可以盡快縮短 至於資源那裏 不同意的 就是陳議員所說的 其實那個資源可能在某些區來說 可能都會比較緊張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 在我們那個關外隊 他們要交服務計劃 建議書的時候 我們都會考慮 在這個團體 可以尋求社會資源的能力 其實我們的概念就是 我們希望可以凝聚到社會的力量 做好第三次的分配 才達到 主席都經常說 在習主義的時候都說 那個共同富裕的一個理念 就是不是單靠政府給所有的資源去做 當然我們都會在整個過程中 我們都會希望可以協助到關外隊 可以盡快推薦到他們的服務 好的 好 有補充 不過都夠時間了 簡單的 好 下一位 梁憶衛議員 我們的主席 其實都是支持關外隊的成立 因為特別是在過去第五波疫情 我們都發覺 其實地區的那個力量 是十分之重要 特別我記得 我們身邊都很多同事 一起去到包裁 去到包抗疫包 也有很多地區的團體去做 如果以後一個更好的機制去做這件事 我們都是會支持 有幾個問題都想問一問局方 就是對於關外隊的那個申請 是不是會以一個團體的一個名義去做呢 那麼這個團體 就是香港的NGO的註冊的那個方法 都有很多種 就是有88排 有社團註冊 公司註冊等等 就是在一個評審裏面不同的 這些類型的註冊 會不會有影響他們那個所謂中獎的那個機會呢 第二就是其實關外隊其中一個功能 其實都是協助政府 去到傳遞一些政策 訊息 去到到區裏面的 那也都是向政府 就是報告市民的那個意見 那就是會不會 遲些會成立一個比較有效的一個機制 就是令到可以這個訊息的那個往來 是可以更加有效呢 那最後就是也都跟一些青年團體 都有聊過 那當中因為文件亦都提及到 其實有關外隊的成員都可以很多元化 有青年人呀 父女啊 有不同種族人士等等 那因為香港 十八區區區區區區區程不一樣 那就是可能會有一些區 可能會有多些青少年人 可能多一些小數族的人士 即是我們會否有一個區域有一個任務的guide line 或者就著區域程去定一些不同的準則 有幾個問題 多謝主席 好 副長 謝謝 謝謝主席 多謝梁議員的意見 關於申請團體的準則 我可以輕輕地說 剛才陳凱欣議員問的 究竟區議員可否申請 其實如果一個團體 不論它的成員裏面有沒有包括區議員 只要它是符合我們的要求 包括它是外國外港 在社區內有動員力 它都可以申請首階段的團體輪選 至於梁議員問 如果它是八百社團 或者社團註冊、公司註冊 是沒有分別的 但最重要的要求就是 這個組織是有一個獨立的銀行戶口 因為裡面要牽涉我們可能會撥資源 所以如果它是用 社團註冊的條例 或者公司註冊的條例 或者我們平時通常說的八百團體 其實它都可以 只要它是一個獨立的帳戶 有自己的銀行戶口 第二就是關於傳遞信息 的確我們期望關外隊可以協助政府日後 可以傳達政府的信息 好像文件都說了 地區民政事務的專員作為這個區關外隊的總指揮 它必定會有恆常的機制 和每個關外隊的隊長去做一些定期的會面和交流 對於政府的政策一定要給各個關外隊去掌握 他們才能夠幫忙把政府的訊息或我們的政策 可以及時傳達去社區 另外關於青年 我們會因應區區的區程去考慮 包括關外隊員的隊員 剛才我說的 每隊會有百至十二個 百至十二個裏面 也會看看成員組合的多樣化 若果它能夠多些青年 或者多些小數族裔參與 可以按照區程 它必然會優先讓我們考慮服務計劃 老主席 很快一句 銀行戶口的團體其實都很難開 所以可能要遲些在另一個地方跟進一下我們 嗯 OK 能否聽到的 好 下一位 陳永寅議員 謝謝主席 我們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七一還要講話 重點提到切實排解民生優難 特區政府都非常快反應地 部署了十八區關外隊深入社區 而我的直屬船區 荷灣更加是先行的 所以都是非常支持和歡迎的 關外隊的審批 文件的第十三段就提到 是大約八十至一百二十萬兩年 我想了解一下具體的準則是甚麼 會否考慮 例如我們關外隊服務的區域的大小 去再決定究竟是八十萬兩年 還是一百二十萬兩年 因為各區的人口比例都不同 有些小的區域 人口可能是超過兩萬 有些可能是大約一萬左右 而且也會有些區域多一些舊樓 唐樓沒有電梯 多一些劏房屋 需要更加深入到各個樓層 會否因為區域的屬性而可以多一些資源 這方面希望可以進一步交代 審批的準則 同時剛才問到有關關外隊的組成 例如如果關外隊的組成是少數族裔 多一些年輕人 會否獲審批的金額 另外局長也提及到關外隊需要愛國愛港 不過文件並沒有提及到 而我也想了解政府會否要求關外隊的隊長和副隊長 都要進行宣誓 令到關外隊符合愛國愛港的原則 這是我以上的問題 謝謝主席 局長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陳議員的提問 關於關外隊符合愛國愛港的原則 關於關外隊的資源 每個服務計劃書 究竟可以得到80萬或120萬的資源 其實不只是看人口數目 當然人口數目是我們考慮的其中一個 但也要看它的服務計劃 如果它的服務計劃是很多樣的 在兩年裏列舉了很多計劃想做的 它是善用的資源 我們可能也會考慮 同樣也會考慮人口分佈 或者組成的結構 人口結構不同 在社會區內的特性可能不一樣 可能需要的資源不一樣 所以人口數字會是其中一個考慮的因素 但不會是唯一的因素 我們還會考慮它計劃書的時候 各樣的資料 究竟是否將它的資源可以用得其所 另外一個就是關愛隊成員的組成 會不會影響資源的運用 這個就未必一定會影響資源的使用 我們希望關愛隊的不同的組合 可以在計分中 即是當關愛隊的團體 他們要提供一些關愛隊的成員的時候 這個可能是會有優先的次序 讓我們考慮那份服務計劃書 但未必一定會因為 你的隊裏有不同的人 所以要多付錢 那就未必是這個考慮 另外愛國愛港是我們一個很關鍵 我相信在座各位議員都會同意一個非常重要的 當我們成立關愛隊的時候 當我們去做地區的關愛工作的時候 那個團體是否一個愛國愛港的組織 我們也會有一些比較客觀的要求 包括它是否能夠 如何證明它們過去是一個愛國愛港的團體呢 但是在具體的要求 我們需要多一點時間才能夠再正式公佈 因為我們現在仍然有一些內部的程序 當我們一結束內部的程序 我們在短期內 就會當我們公佈邀請地區團體 去申請成為關愛隊團體的時候 亦都會將這些準則到時候 就可以一併公佈 好 下一位 劉業勤議員 下主席 我是支持政府在十八區成立關愛隊 可以凝聚和集結民間力量 去支援政府地區工作 同時我也都希望 政府著重鄉郊地區的推展 即關愛的活動 可以公平分配資源 令到鄉民都可以受益的 文件第十段提到 民政署會為各個關愛隊 訂立關鍵的職效指標 例如服務對象的總人數 關愛次數 探訪大廈的類別等等 局方會否考慮將關顧鄉村的居民 以及探訪鄉村等的元素 立入指標 否則就確保不了 關愛隊 著重在市區服務 遺忘了邊緣化的鄉郊地區 另外我也是關心 關愛隊成立之後 會否有辦事處接受市民的求助 在資源方面一次過撥款 還是怎樣的情況 以及裡面包括分籌 當局如何去監察和確保 關愛隊的用錢用得其所 以及文件提到 關愛隊可以接受贊助 捐贈和政府會否是監管和公開關愛隊的資源來源 第二個問題我想問問 就是我申報我是屯門區議員 局長之前都強調關愛隊是服務為主 區議會是資訊架構 兩者就應該不是重疊 代表關愛隊就不能取締區議會了 我想市民都很關注 究竟未來區議會的前路是怎樣的 可不可以說少少 謝謝 好啊 局長 謝謝主席 多謝劉議員 第一我們是肯定會在每一個關愛隊的要求裡面 它是要考慮在那個區地區的特性 所以如果它所服務的區 是鄉村或者是鄉郊社區的話 它必定是一定要考慮到它的地區的特性 好像你說的探訪村民 服務村民 這個必定是我們關愛隊裡面要有的服務計劃 所以這個可以放心 我們希望關愛隊可以做到 無論是哪一個區的居民 都不會被忽略 另外就是那個辦事處 如果我們給了一個資源 給每一隊關愛隊 他們的服務計劃書 如果他們自己計算得到數 他們可能可以租到他們的辦事處 但是我們未必能夠提供每一個關愛隊都會有一個辦事處 所以我們多次強調 我們考慮接受申請的地區團體 都需要一些在地區裡面的組織能力 亦都有自己的辦事處去方便他們的工作 另外一個就是撥款 撥款我們不會一次過 比如八十萬一、二十萬一次過給 我們都好像政府現在很多不同的項目或計劃一樣 如果我們辦一些活動都是 都是會有一些分歧 確保我們可以監察到那些資源的運用 同樣地其實現在有一些組織 或者一些活動 都是會接受一些可能是私人的贊助 或者是支持的、捐贈的 其實在那個財務報告上 雖然說那些不是一個政府的撥款 但是在那個機構他要做財務報告 都會看到他要反映在他的財務報告裡面 這個和以往現在的一貫的做法是一致的 薪酬那裡就很快說 關愛隊的隊員是義工 所以就不會出糧給關愛隊的隊員 好,謝謝 下一位 管同明牧師 主席 我對關愛隊我是很有期望的 不過我也有些問題 第一就是現在劃分這個區域 應該可能會以這個區議會的選區分的小區 有機會令到一條屋邨 或者一個屋邨裡面有機會有兩隊關愛隊 這個會不會是可以考慮一下 令到合併了它 第二就是都是說到錢的問題 我知道80至120萬 剛才有議員談過 就說大概一個月三萬元左右 那眾司是這樣 那那些物資怎麼辦呢 因為如果你說只有三萬元的話 局長真是物資 我想真是不知道買到多少 因為我們上樓不可以兩手空空的 有時候都會去支援他們的話 那於方面我也想聽聽 另外第三關於那個職效指標 這裡說到人數和活動的次數 我想希望定一定分界 譬如說究竟長者、殘疾、單親人士 甚至是照顧者的支援 因為如果不是 當然我相信團體應該不會這樣做 不過如果它是為了追求KPR 它很容易就會去探望一些容易探望的 變成我們真的想探望到那些 特別我剛才說的幾類型的 特別是一些照顧者 因為我很擔心 剛才我在另一個委員會都說 照顧者需要的支援很大 這個對我好希望能夠在未來的日子 關我對可以做到的照顧者的支援上 如果有一些不同的分界 不要單是追一個職效指標 即是說我能夠交到人數了 我想聽聽這方面的一些解釋 謝謝主席 好 局長 謝謝管議員 謝謝主席 第一 關於分區那裡 為什麼我們現在是用區議會的小區來劃分呢 我們其實因為想快點做 我們快點可以落實 因為你知道怎樣都要從一個開始 究竟怎樣劃那些區 令到關外隊可以盡快開展 所以我們就以現在的區議會的小區來劃分 但是我們聽到管議員的意見 實際上我們也是有 當我們在關外隊一直運作的時候 我們會吸取的經驗 看看是否可以將一些區 例如可以合併一起服務 例如一個團體 他一個已經獲輪選團體 他可能會申請兩個區 即是一條村兩個區的關外隊服務 令到那個服務的一致性 這是我們在決定哪些團體 去做一些社區服務 在關外隊裏面 在一個區做服務的話 一致性是我們很重視的 因為這樣才能確保到 會不會一條村裡住這座又有這個服務 那座又沒有這個服務 這不是我們想的 第二件事就是那個資源 我們明白80至120萬 可能對一些組織來說 它可能會有些挑戰的 但是所以我們都希望 那個組織能夠凝聚到社會的力量 它有這樣的能力去尋求到資源 事實上在我們的過程中 這段時間我們都聽到很多不少的機構 他們很願意去支持地區組織去申請關外隊 即是他們很願意跟他們一起拍檔 由個地區組織去申請 然後那些機構就可能支持他們在那個區的服務 我們很鼓勵這種各界社會各界合作 去服務社區的概念 我們都希望可以做到 另外我們多謝管理員的意見 我都留意到你今早在會議上所說 我有看到 我們都覺得我們那個關外隊 是應該要在社區裏面做多些更深入的服務 以及關外工作 所以我們那個關鍵指標 不會說只是你找到區裏面 找到多少人就可以了 因為當那個團體要交一個服務計劃書的時候 它一定會有它的服務受眾 如果它的服務受眾是這樣 它的服務的目標群組是這樣 我們不會看到原來你說要服務這個群組 但是原來你交的另外一個數是另外一些數 那這個我們一定會去監察 所以我多謝管理員的意見 好 下一位 陸長雄議員 多謝主席 我都對這個關外隊是非常之有期望的 相信都是地區行政 基層治理和社區發展 是一個很重要的新嘗試 那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 始終不同的區有不同的區情 有不同的需要 有些社區它可能是需要的東西比較多 那可能是一些屋邨或者路友記比較多的社區 或者一些鄉郊 那可能關外隊的朋友就可能平於不明的 經常都有事發生 那有些社區它可能是 需求是少一些的 甚至乎它反而是 喂 我不需要特別人幫我的 我反而我可以幫人家 或者它甚至乎可以拿資源出來的 有些社區它的居民是很有能力的 那不同的社區 究竟在一個關外隊的設計上面 會有些甚麼的變化 或者是資源上面會不會有些不同呢 因為根據關外隊的功能 就說做探訪送物資 有些社區都不需要來送物資 處理特發的事故 那可能有些社區經常都有事發生 有些社區天下太平的 就是整年都沒有兩件大事發生的 那協助一些避暑備行中心 提供支援 傳達政府的信息 和向政府反映的市民的意見等等 後面那兩樣可能是各個區都需要的 就是政府和市民的橋樑 但是前面做服務的可能就有很多區都不同 另外有些區 就可能譬如屋邨來說 政府可能直接給它一個匯子 將現在收回來的匯委會的匯子 就可以直接給關外隊用了 但是有些社區 它可能要租私人的單位 如果有關外隊 就是在那裡一年交租 可能交了20萬去 可能甚至不止 那會有甚麼不同的差異呢 因為如果搞的朋友都頗頭痛的 還有我想問一件就是關外隊的隊員 剛才的局長也很強調 做關外隊是做義工的 我們平時搞居民組織 我們的委員會通常都不止 都不止十幾人的 可能都是二、三十人的 甚至乎我們的義工隊 一個小區 那個時候麥局長經常提醒我 我們做地區公眾 一個區起碼都要一百個義工才夠 才夠人做事 我認同 我相信主席都是這樣的標準 我們都一百個義工 現在只有十個隊員 其他做義工的朋友 跟那些隊員有甚麼分別 有甚麼關係呢 麻煩主席 陸議員有很多義工 多謝陸順雄議員 記得我的提醒 的確的 如果做地區工作 當然是人多好辦事 所以其實在設計 剛才你們都說了出來 關外隊員所說的 八至十二個是說隊員 但隊員的客戶 其實他們可以繼續去招募 或者去召集多些義工 去做不同的服務 那個鼓勵我們的居民 去參與義務工作 這個我們仍然是歡迎的 因為我都多次強調 無論是資源好 人手好 我們都要凝聚社會各界的力量 就是服務那個社區 剛才陸議員看到 我們文件的第三段說 有些區的關外隊 可能不需要做服務 但其實裡面有一句是說 關外隊的具體工作 會因地區需要而有所不同 所以亦是為何我們這次 在荃灣和南區事行 就是正正好像陸議員所說 有些地區在荃灣和南區這兩區 其實包含了各種房屋的特色 有低密度的住宅 一些高尚住宅區 亦有一些鄉村 甚至有三毛大廈 有劏房 有私人屋苑 有公共屋邨 我們就是要看看 在不同的區域裡面 那個關外隊的成員 他要設計到一些服務 是符合到區域 所以如果你說在一個區域 如果我們都可以想像 那個區域好像 主席可以拍不拍超市 我十秒說 好像剛才你說 那個區域的市民都不用你去派東西 然後有一個團體 他還寫了一份計劃書 說我要派東西給那個區的市民 很明顯這個服務計劃書 就不會得到我們支持 他一定要設計一個 符合區域的區域的服務 OK 好 下一位 梁耳美員 好 多謝主席 有幾條問題都想問一下 因為關外隊裡面有不同的小隊 八至十二人 裡面的人員 一個隊 他說我是叫這隊人出來 裡面人員如果有變動是怎樣 還是你鎖了一定是這群人 另外 你也有說到 每個小隊需要有提升錢的能力 那怎樣去考慮 就是怎樣去衡量 他們是怎樣去找到 還是我一開始整個隊 裡面就已經每個隊 要加一個社會研答 告訴你 這個人是提升到錢的 我想這是一個很技術的問題 是怎樣去做 另外有些區域 未必適合 譬如說我自己以前是做C樓區 他們真的不太歡迎你 他們只是加房 他們下來沒有問題 你不要每次走到我家 這些怎樣去計算 還是一定要加房的成份要多少 另外就是一些調動人員 各方面的東西 譬如說Claim錢 Claim錢也是挺大的問題 而Claim錢的女兒 一年後才付錢 或者兩年後才付錢的話 我怕小隊破產都搞不定 這些都是一個挺實際的問題 而以前在地區行政方面 也挺堅持經常性的可能會發生 還是會計師承認了這條數是可以的 已經有一個儘快的程序可以做得到 加上剛才 Ken議員剛才也有說過 其實開戶口在香港也挺困難的 會不會到時又是卡住呢 這方面我想都需要去想一想 好 局長 謝謝林林議員 關於說話 怎樣可以證明到 那個人有沒有一些尋求社會支持的能力 不只是說你放一個社會員帶在那裡 放在那裡他不肯支持你 也沒用的 反而其實我們就在第二個階段 就是那個服務計劃書 當那個團體要加一份服務計劃書的時候 他一定會計算為何他需要這麼多錢 他需要120萬或80萬 為何他要這樣計算 他會計算出來的 然後就是當他獲得社會的資源 政府的資源的時候 他會額外尋求到多少資源 去完成他這個服務 所以其實就在服務計劃書 我們就會知道這個團體 他其實是否可以 透過政府的資源 和社會的資源 達到他的服務的標準 甚至可能一些團體就是 他可能不只是想著派東西 因為有些團體 我希望大家有一個清楚的概念 就是關外隊 不只是個個想著 叫關外隊的隊員 天天拿著福袋上去派 其實他是要做服務的 所以有些地區 可能就是在高尚的住宅 低密度住宅 不用你去派東西 但是他們這些居民 可能是想你組織起他們一起 來協助他們做服務 這些其實就不用那麼多資源 所以其實那就是要看看 每份計劃書裡面 他寫回來的計劃 以及他建議財政的需要是怎樣的 至於Claims 做出來之後 怎樣可以拿回錢 這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我們都理解的 其實我請處長可以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完全明白大家的擔心 我們都希望在符合公帑 可以有充分的監察和善用的情況下 可以令團體比較方便的進行 處長可以說一下現在的準則 好 多謝局長 多謝主席 我們其實都知道 一方面我們都要監察公帑的使用 但是在另一方面 我們都明白到 如果我們關愛隊長年累月這樣做 一直累積著他做的東西 用的錢 但是我們Claim的過程太慢 對這件事也不好 對關愛隊也不好 所以我們其實現在正在做一些程序 看看盡量的平衡點可以拿到哪裏 我們希望可以做到的 不是每一件事都要拿到 將單來Claim的 而可能是某一段時間 看看多少個月 我們就會撥一部份的資源出來 當然這個亦都要相配地 就是關愛隊每一段時間 他可能要做一個report 一個財政的報表給我們 一路滑下去 我們希望可以做到這樣的方法 好 下一位程駭培議員 謝謝主席 剛才聽局長說 就是如果要中標 就可能是看那個計分 譬如每一個團體 他可以offer到甚麼項目 或者是活動等等 其實這次是第一次搞 其實我就是想知道 是否會每兩年就refill一次 因為現在經常都說 我們有沒有KPI 而且雖然80和120萬 大家都在有一個憂慮 就是夠不夠用 但始終這也是公帑 但是我就是想知道 兩年之後會是怎樣refill法呢 是否會看回那個機構 究竟是說了能夠做的事 究竟是否做得到 還有他們如果 很老實說 如果你要那些團體或者機構 他要list自己做到甚麼出來 其實是否都是要看到自己 首先目標籌錢 要籌到多少錢 而再看看能夠那些預算 可以讓他們做到甚麼活動 其實我就是很擔心 有些機構如果想中標的話 他們可以寫到很天花龍鳳 未必是可能很實際做得到 但寫下去才算 但拿到一支錶回來 未必可以達到錶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很感謝局長 你今次聽到我們的Panel 其實大家都很希望 關外隊能夠協助一下 我們社區裏面 找到一些有問題的 有需要的家庭出來 去針對性地 去深入地幫助他們 當然要做好這件事 都是需要額外的資源 我想問這些團體 其實如果要幫其他局 去做其他額外的工作 可不可以 某程度上 會有多一些資源給他們 又或者是其他局的資源 可不可以放進你們的關外隊裡面 請你主席 局長 第一就是關於review的時候 就是檢討的時候 又會什麼時候做 其實在我們做了這兩個區 成立了關外隊之後 我們都會跟著 據個經驗 就陸陸續續在16個區 就會開展我們那個關外隊的服務 而當整個關外隊 可能因為現在說的是 兩年每個服務計劃的協議 應該是兩年 兩年之後 當然也會看回那個組織 究竟在兩年裡面 是否可以善用它的資源 來達達它的目標 當然 如果剛才陳議員的說法 就是會不會有一些組織 寫計劃就寫一個天花和風 做的時候就完全下不了地 其實我們是會容許專員提早 去終止有關的協議 就是我們不會捱兩年 看著它下不了地 就在這裏大家乾等 我們善用公帑的情況 是剛才的署長都說了 我們不會一次給它全 我們會逐期來看 然後要監察它是否可以做到那個服務 如果發現根本完全下不了地 我們會提早去終止 至於你說我們做關外服務之後 是否可以獲得多些資源 我們當然希望當關外隊 我們真是大家攔手合力 做好我們的關外隊 可以真是在社區 大家在社會看到關外隊的作用和功能的時候 我們得到社會的認同 立法會有支持 我們可以有多些資源給關外隊服務 我們當然是愛大家的共同願望 我們也希望可以得到充足的資源 讓關外隊可以繼續做得更好 希望得到立法會員的支持 謝謝 好 下一位 陸鶴民議員 多謝主席 主席 其實本人都對關外隊非常之有期望 亦都很認同應該按不同區的區程 去度身訂造當中的條件 主席 我有兩個問題都想向局方查詢一下 第一個都是資源 我剛才很多同事都已經說了 80至120萬的限額 其實除了剛才同事都計算了 三萬多元至五萬元一個月 如果我們用人頭去計算 就是義工數目平均十個人 其實人頭這樣配對 其實都是三千至五千元左右 一個義工在一個團隊裏面 但其實我也想可否請局長 都可以直接跟我們說 其實這些80至120萬的資源 其實是包什麼呢 譬如說 當然沒有一個薪金當中 剛才我們局長都說了 譬如我們基本的成員 譬如居馬費又包不包呢 物資費又包不包呢 甚至乎 這是一個團體的問題 我發現文件中的第十段 裡面也說了 如果一些額外服務 就是申請的機構 能夠提供額外服務 是會將優先獲得考慮 而第十四段也說 如果它能夠籌到一些賺助 也會在評分之中 這個很客觀而言 其實是一些比較具規模的團體 一定是有優勢 這個其實是否政府也希望有一個結果 因為如果用這個作為一個評分的標準 我相信這個也是比較偏向的 這兩個問題 謝謝主席 好 局長 第一 資源的運用 八十至一百二十萬 如果剛才根據六學問議員所說 有人說要買所有的東西 派所有的東西就是 行不行呢 我相信這個也不會得到我們的支持 如果這麼容易做到一個關內隊 買東西派就可以 那我們做就行了 也不用找一個關內隊做 我們處同事可以隨時買到東西派 所以我們那個關內隊的服務計劃書 它不只是一味 大家可能不只是以為 我會探訪 派福袋 不是這樣的 是希望他們可以集中 對焦到一些特別地區的區域 譬如是一些沙蒙大廈多 那些基層家庭 他們有什麼需要 我們怎樣可以付能給他們 不只是派東西給他們 怎樣幫到他們 它是不是有些額外的服務 例如是一些高尚住宅區 我們經常叫做私人樓 低密度住宅的區 不用你派東西 你還在寫 剛才我說的 你還在寫計劃 派福袋 我們一定不會支持 但可能你可以凝聚到那裡的居民 建造一些不同的平台 讓居民可以發揮他們的力量 不只是在地區做一些聯絡工作 還可以服務其他區 這個也會由我們考慮 那個服務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我現在是不會說的 因為那個目的 為何我們要關愛隊的隊員 他們去申請寫計劃書 就是希望智慧在民間 大家是熟悉地區區域的團體 由他們去寫 和建議一份合符 這個地區服務的計劃 然後錢是要用得其所 我們固然也會支持 好 下一位 劉志鵬議員 謝謝主席 我有一個 沒有實一點問題想請教一下 局長 因為關愛隊在地區工作的時候 其實我們發現 在地區有很多不同的團體 在關愛地區 這個關愛隊如何和這些團體之間 取得協調 我剛才看到 局長也解釋了 其實申請的關愛隊的NGO 其實它應該有一個責任去協調 它這個責任 因為它不是一個有官方的背景的一個關愛隊 當然它是有官方的資助 這個資助會不會令到它有些方便 讓大家認識到這個關愛隊 我們要和它協調 還是怎樣 因為其實大家 我發現地區上很多的大大小小團體 都很關心地區的 他們和關愛隊之間 我希望不會出現了大家 去競爭這個關愛 而是大家將關愛團結在一起 關愛隊如何可以在這方面做到這個角色 謝謝 部長 謝謝主席 謝謝劉議員 要強調一點 我們成立地區服務及關愛隊的目標 是希望可以凝聚到社會不同的力量 讓我們一起關愛社區 但這不是專利 即是不是以後有關愛隊 其他團體不用再做關愛工作 如果你說其他團體地區組織 繼續做關愛工作 我們當然固然支持 但是我們成立關愛隊的目的 不單是一方面希望可以有一個架構 希望政府可以持續跟這個架構有一個持續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社會上 在社區上可以有一些網絡 當有需要的時候可以做到動員 又或者可以幫我們傳達到政府信息的概念 所以這個關愛隊成立 關愛隊的目的 不單是做關愛服務 希望是一種長期的持續 令政府可以在社區裡 繼續推展我們服務的功能 所以不是因為這樣 排除了或者排斥了其他的團體 讓他們繼續在地區裡各種服務 或者他們關愛工作 當然我們希望透過關愛隊 他們熟悉到地區的特性 可以為這個區 可以提供到符合這個區區程的服務 而且是有一些持續的果效 下一位陳怡明議員 謝謝主席 申報先說是北區區議員 局長是支持關愛隊 亦很高興政府加強地區服務 亦有兩個視點 有兩個問題想局長刷析 文件指出 政府將會參考區議會的分區 每一個小區有一支關愛小隊 局長都跑過新界的香郊 個別小區的香郊真是非常偏遠 例如大嶼山和沙打區 沙頭角和打過嶺 屬於同一個區議會的選區 範圍非常大 超過幾千公頂的土地 包括多個外島 假如這支關愛小隊 在平邪路出發到沙頭角吉澳 要開車到沙頭角碼頭 再搭船 一個多小時才可以到小島 這類型的範圍很大的區議會的小區 或者是鄉郊區 一支關愛小隊 八至十二人很難全面照顧到 有否考慮過有個別面積大的小區 需要加強支援 謝謝局長 謝謝陳議員的提醒 也感謝主席 我們同意 在整個區議會的小區 其實所謂的小區 其實因為人口分佈很疏落 所以面積很大 但是我們在決定地區的服務 關愛隊的服務計劃的時候 正如我所說的 為什麼我們去決定的資源 就不只是看人口 還會看地區的特性 比如好像剛才陳議員所說的 某些區 根本人口分佈很疏落 然後面積很大 所以我們也會看看 究竟那個團體 他們交來的服務計劃書 是否都可以 顧及到 在這個區裏面的 不同分佈的村落 或者那個村民呢 另外就是 我明白陳議員的意思 就是可不可以分開它 再分開它 我們在每一個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其實在每一個分法 都需要有一個起點 所以我們現在就 以區議會那個區 來作為一個起點 但是當在實際去執行的時候 我們在其他區 都會按照區程 可能有所調整 現在不能立即告訴你 會不會 但是我們聽到議員的意見 我們都會考慮 當我們吸取了在兩區的經驗之後 在其餘16個區 如何去進行的時候 令到可以符合區程 為那個區的居民提供到 符合區程的服務 針對性的服務 以及持續的服務 這是我們的目標 好 下一位 吳杰莊議員 多謝主席 局長 這個關愛對於這個項目 我非常支持 我相信也都很有期望 它會幫到很多地區的發展 我以下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可能都說過 我也想多問一點 就是關於跟當區區議員的角色 我想知道政府 究竟是鼓勵他們互相合作 還是各自為政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要做到關愛小隊 幫助政府去做一些動員 我相信一個完善的 資訊科系統是非常重要的 很簡單 我要通知一區的兩萬多個居民 如果靠拍門是搞不定的 一定是系統的 我想問一下 四百多個區 如果他們每個區自己搞的系統 我相信是沒有成本效益的 那政府會不會 統一了一套一些系統 去幫助這些 每隊關愛隊去用 變成了令到他們 可以有效利用科技資源 去幫助到一些居民的服務 很簡單 照顧者 我們經常都說 很簡單 想找一個朋友 我們照顧著家的媽媽 可以找到街坊 可以幫我買菜 或者什麼頭半天 都好 這些資訊科系統 應該可以幫到手 兩個問題 多謝主席 那下校長 多謝主席 多謝議員的問題 第一 關於區議會和關愛隊的角色和功能 其實我都不常說過 區議會是一個資訊的角色 而關愛隊是一個服務的性質 所以兩者是不重疊不從屬 大家的資源亦不會互相拉斜 至於你說 究竟我們是鼓勵關愛隊和區議會 互相合作還是怎樣 其實整個關愛隊成立的概念 都是希望可以凝聚社區力量 所以這個團體 只要它能夠凝聚到社區力量 為地區提供到一些具有地區特色 針對性的服務 可持續的服務 我們都會鼓勵這個團體去做 至於用資訊科技 我同意的 在現在這個趨勢 其實我們在很多服務 都需要引用資訊科技的應用 所以也解釋了 為何我剛才回答六項民議員的問題 就是是否新機構沒有優勢 其實不是的 如果新機構想到一些點子 例如是用科技應用 可以做到這些關愛隊的服務 其實我們都會非常支持 至於你說我們會不會做一個統一的平台 我們會再詳細去考慮和研究 因為裡面牽涉的可能就是 你說一個資訊平台 還是一個服務的平台 怎樣用科技能夠符合到關愛隊的需要 可以幫助他們的呢 我覺得科技是怎樣都要用的 即是我們要做好的服務的話 但是怎樣設計法 怎樣應用法是用得其所呢 可能我們都會參考我們現在這些關愛隊 落實即落地之後的經驗 再去計劃 怎樣可以將科技應用在關愛隊上面 可以幫助到更好地服務我們的居民 好 下一位 姚柏良議員 多謝主席 有多些義工一起去參與服務關愛社區 當然越多越好 即是對於文青局成立這個關愛隊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反對 肯定是否會支持 不過即是我越聽局長解釋 去回答剛才同事的問題的時候 就越覺得關愛隊的工作 和我們傳統的區議員的工作 是非常之類近 但剛才你也說了 區議員的角色主要是諮詢的角色 關愛隊主要是一個服務關愛的角色 但我們傳統大家都知道 我們除了是區議員 除了作為一個諮詢的角色之外 亦都會凝聚很多社會各方面的資源 力量去投放 去給社區做一些建設 做一些關愛的 那在這方面我想問一問 其實未來那個區政改革的方向 即現在有沒有這些眉目的呢 那會不會 其實現在這個關愛隊的這個設計 其實都已經是講的是 未來的一個區政改革的其中一個方向 這個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做社區服務 關愛服務 即你有一個據點很重要的 即如果你在那個區裏面 你沒有一個會址 或者辦事處的一個落腳點 你是很難去為當區的居民 提供一些適切的服務 否則的話 就可能純粹留意變了 有東西要派 有東西要支援 就出來 那些義工走出來 但很多時候 社區裏面真正很多的服務 可能說一些 哎呀 有個旅人家 他不見了這條鑰匙 怎樣回家 可能又要找人幫忙協助 可能他不知道怎樣打電話 去預約這個診證的 那可能又要幫他做一個預約 那其實很多不同的類型的服務 正正可能需要很多關愛隊的隊員 能夠為社區提供這個支援 那這裏會不會考慮 即每個區都應該 為關愛隊有個地方讓他落腳呢 多謝姚議員 多謝主席 第一 關於那個區議會和關愛隊 我都說了很多次 不重疊不重熟 剛才姚議員說 我們剛才一路說 關愛隊的服務 似乎都是以前區議會議員做的 但是又這樣說 區議會是一個諮詢的組織 可能姚議員當時 大家做區議員的時候 我們都比較盡責 我們要提供這些服務 如果說區議員 他可以不提供這些服務 但是關愛隊就是 因為他是一個服務的機構 一個服務的組織 所以他們是必定會提供 剛才我所說的服務 所以在這個和我們 剛才你說的所謂地方行政的工作檢討 其實是沒有關係 我們在考慮關愛隊的組織 就是純粹想 怎樣可以在地區裡 透過熟悉區域的地區組織 提供一些長期性 持續性 針對性的服務 給這個地區 跟我們地方行政的檢討 其實是沒有關係 而那個檢討 我也回答剛才劉議員 雖然他剛才問過的問題 其實那個檢討 我們仍然在進行 至於辦事處 我也同意 如果我們有一個辦事處 在那個區裡 當然可能在某些區 特別是需要 有些服務可能會需要 但又不是一定所有區都需要 可能對於某些區來講 剛才林林議員都說了 在某些區 其實他都沒有很可謂 找到那個寫字樓 可能你會用其他考慮 例如做一個virtual community 即是一個虛擬的社區 可能更加合那個區程 但無論如何 我們都希望 關愛隊申請到那個區 關愛隊的組織 他們可以善用他們的資源 在那個區裡提供到 一些符合區程的服務 好 最後到馬逢國議員 多謝主席 關愛隊的概念 我是非常認同的 事實上 在過去很長的歷史 我相信無論是社區也好 其他方面也好 都有很多個團體 嘗試或者已經長期做了類似的工作 裏面有各種各樣的團體 有街坊 有社科 有宗教團體等等 這次政府願意分區 提供一些資源 絕對是好事 但問題是這個工作 怎樣去鋪開呢 這裡我看到有些提出 有些要求 其中一個挺有趣的 這些團體一定要愛國愛港 但我其實認為 關心香港 很多團體或者參與的朋友 都是愛國或者愛港 起碼 這個怎樣去識別呢 是否其中一個 一個需要考慮的因素呢 另外有些團體 它是很積極的 你給那麼少錢 總之它有限的數額 是遠遠不一定足夠的 有些人很積極想 譬如說去自己務集資源等等 這裡有沒有一些機制 鼓勵他們這樣做呢 擴大他們服務的面 或者深度呢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就是關外隊都需要有人關外 我覺得都很重要的 他們怎樣去做 比如說需要的有沒有一些專業的技能 遇到一些特別的情況 他們應該怎樣去應對 怎樣去處理 怎樣去保障這些關外隊服務的時候 它的安全等等等等 這些我就很想都了解一下 即局方有沒有一些具體的考慮 去保障好他們這些熱心的義工 多謝主席 好 局長 多謝馬元 剛才我說了 那個愛國愛港的要求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有爭議 因為我們都希望得到 任何得到政府的資源 去提供服務的組織 都是愛國愛港的組織 至於那個怎樣去界定 剛才我都說了 我們會有一些具體的 方便大家取得的一些要求 但是我們還有一些內部的程序 我們可以很短期內 就會去邀請一些團體去申請 還有到時他們就會知道那些準則 另外就是那個資源 我們希望其實整個關外隊 是可以凝聚到社會各界的資源的 所以當那個團體經過第一部分的輪選 之後他就要就著那個區 他想申請那個區的關外隊 他就要寫一個服務計劃書 他裏面就要寫 究竟他那個服務計劃的概念是什麼 首先他就是那個地區 他要有什麼服務的受眾 他們這個服務的特色是怎樣 然後去提出一些資源 那個要求政府要多少的資源 或者他們可以有能力去找到 尋求到多少社會資源 如一能力可以尋求到社會資源 去做到最多服務的就會高分一些 他就會優先被考慮成為 那個區的關外隊去提供服務 第三就是那個關外隊的成員 地區民政專員作為那個關外隊的總指揮 即各個小隊的總指揮 他是會定期跟各個分區的隊長 關外隊的隊長見面 也會將一些政府的政策向來解釋 有什麼訊息或者要求 會向各個關外隊來提出 剛才馬員說的 對他們的關懷 或者一些培訓 訓練 這個都會是由 區的總指揮 去因應地區的關外隊的成立 以及組成 來提供的 我想知道 政府會不會做一些全面的考慮 來提供這一類的保障 即是組織好了 他需要這些譬如培訓 或者保障 他隨時可以有一些辦法 可以接觸到需要 譬如說我需要警方 或者我需要什麼時候 他是有一個系統去支援的 會不會有 這個有的 我們會在各區的民政專員 他作為地區的總指揮 是會協助那個區 因為他要按照區程 去進行這些提供協助 好 謝謝局長 很詳細的講解 我們總共有14位議員提出提問 證明大家都很關心關外隊 所以希望局長今天聽了意見 回去整合一下 希望可以盡快推行 預祝成功 好 我們今天的議程 這部份議程就到這裡 謝謝局長和相關同事 好了 我們進入下一個議程 就是關於建議在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和土地工程托展署 就西九文化區的計劃延長 是三個首長級的編內職位 我們都可以先請政府部門的同事先進場 文件是CB2-1004-2022 好了 有幾位同事 如果有興趣發言的同事都可以按掣發言 局長 即是當他坐好之後 隨時可以就開始介紹文件 是 還沒開麥克風 是 謝謝 可以 是 主席 多謝今天給我們有機會來這裡向委員會介紹 我們關於新設職位和延長職位的文件 西九文化區是特區政府最重要的文化投資 亦都香港有史以來最大型的文化建設 作為香港文化的新地標 其實西九已經逐步發展成為一個遊合本地 傳統和國際元素的世界級綜合文化藝術區 經過這麼多年的規劃和發展 西九已經慢慢從純建設的階段 過渡到開始有營運的階段 各項的設施也先後啟用 包括了戲曲中心、自由空間和藝術公園 已經在2019至2020年期間落成啟用 而亞洲首間全球性的當代視角文化博物館M加 以及備受矚目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亦都分別於去年的11月和今年的7月向公眾開放 西九得天獨口的優勢 將可以為十四五規劃中提出 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目標 作出重大的貢獻 西九計劃涉及很重大的公共投資 以及很多公共基建設施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負責監察西九發展和營運的政策局 致力地確保西九按照計劃推展和營運 達至它的願景和使命 建設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國際文化藝術樓 我們局亦都負責協調相關政策局和部門的工作 協助這個西九管理局推行西九計劃 我們已經因應西九計劃的最新發展和營運情況 檢討了現時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以及土木工程處徒三個首長級偏外職位的運作需要 或者在這裏我都希望給委員有一個比較概念性的去明白 其實我們在說的工作量 過去五年其實在西九發展的工程中 說金額大約是一百七十億 我們接下來的五年說的工程量 如果純以金額計算也有二百五十億左右 所以雖然大家可能以為西九很多東西已經建好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正在建 而這些工作都是需要人去監督、去跟進和協調的 所以我們建議在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的兩個首長級職位 即是一個首席政府工程師和一個首長級秉級的政務官的偏外職位 是可以得以保留繼續監察和協助西九計劃的推行 至於土木工程處核下藍托展處的一個總工程師的偏外職位 我們都建議繼續保留 以繼續推動和落實西九綜合地庫和公共基礎建設工程項目 剛才提及的三個職位 我們都建議延長五年去到2028年的3月31日 到了2028年 西九應該有相當可觀的面積將會完成發展 如果三個職位獲得批准延長 我們會在2027年 因應西九計劃當時最新的進度 檢討有沒有再需要保留這些職位 或者作其他港版牌 謝謝主席 好 就這三個開會 我們現在有四位同事要求發言 都在營邦幕那裡 我就不一載讀 我們也有四分鐘時間 陸仲雄議員 謝謝主席 其實西九文化區 大家都是關心進度 質素 以及成本的控制 過去都有些少許意見 又慢又貴 甚至乎裡面有些展館 裡面有些展品大家都有些意見 當然一部分 絕大多數都很精彩 也都為市民增添了一些很豐富的文化生活 這個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要保留的話 其實都是一個就是 我想了解一下 在民體內的政府首席工程師 和土木工程拓展處 那個總工程師 那個關係是怎樣的呢 因為我理解 好像兩個都是要監督著工程的 是吧 還是又有些不同 因為我覺得希望 政府能夠和我們 或者和市民解釋得清楚一點 另外就是 那個首席座理秘書長那裡 他都會處理一些文化的政策 那這方面可不可以有些具體一點呢 因為在那個文件裡面 都是用一些概念性的字眼 就輕輕大過這樣 那這方面可不可以再有些進一步的說明 謝謝主席 好的 局長 謝謝主席 或者我先回答第二部分問題 那個首席座理秘書長 他其實除了負責關於西九項目的協調 還有就負責要參加西九核下很多不同的會議 以為我們三個政府董事提供在這些西九董事局上面的支援 那麼這些會議呢 每年說的都有六十個以上的 那麼這些都是他日常的工作 那麼另外呢 因為我們的局的重組呢 我們就加入了這個創意文化產業 就由第二個局搬出來我們讀 那麼這裡都是沒有 在那個局的層面都是沒有人手去支援 去看這一方面的政策的 那麼我們現在都是把創意產業有關的政策的 就是這個工作呢 都是要交給這一位同事負責的 那麼所以他接下來的工作量呢 其實比以往是更多的 那麼至於那個首席政府工程師 和土木署底下的那個總工程師呢 其實是那個大家是有明確的分工的 簡單點說呢 土木署那個總工程師呢 他負責的政府工程那個協調和執行 那麼首席工程師呢 他要看的呢 就是更大的一個範圍了 就是西九的計劃那個開展 和政府之間的那個工程 政府有很多政府工程之間的那個協調 和他們就是有需要的話呢 就要幫助去解決一些 就是大家同時面對或者是不同的問題 那或者我請我的同事再解答詳細一些 好啊 主席 聽到 就因為我們在西九文化區那裡 就除了西九管理局 他要建的一些文化技術設施 和他將來要做的一些上蓋的 在綜合地府上面的上蓋的商業發展之外 我們還有很多的一些基礎建設的設施 是要執行要建的就是去支援這些設施的 那那個公共的基礎設施呢 就是由土木工程拓展處 他們是去執行做一個公佈部門去執行 那而民體內局那個這個首席政府工程師呢 他就是做一個整體的統籌規劃的 因為有包含就是 公共工程和西九管理局的工程 要做一個整體的監管監督和統籌 有啊 Michael 主席又想補一句就是 如果這樣的話 就土木工程拓展處那個工程師 那個總工程師 我就覺得奇怪了 全香港啊 不知幾多工程啦 你不會說 某一個工程的配套工程 又整個總工程師進去 這樣 就是 我覺得這個位置 是不是可以用內部的資源 特別是土木工程拓展處那個工程師 用內部的資源去調動 去做到相關的事情呢 不一定是要額外 作為一個偏內 即是說繼續保持住 因為我看他那些 不是說真的很大的工程 譬如說 西瑞那個隧道口那裡 會收回一部分 這樣會有些事情 其實那些不複雜的事情來的嘛 好啊 後面我看到 多謝主席 我先簡單說一說 那個總工程師 他要負責的工程量 都是十分之巨大的 因為 雖然我們說的是西九 那個文化區 一些政府的輔助 基礎設施工程 但是說的量 都是以百億計的 所以 相對於其他發展區 他們其實 即不同的發展區 土木處 都有一些首長級的人員 專門督導那個區 我們說的那個面積雖然小 但是工程是多 亦都是複雜的 或者請我的 我看見一下陳景華 有說話 有說話 可能要開一開麥克風 麻煩 不用他們 給書處 可以 或者再補充 總工程師的工作 其實 總工程師其實在這個項目 就負責這個工務工程 裡面包括了 一個綜合的地庫 那個綜合地庫 其實這個範圍來說 是十公頃的 即是 如果相比起香港大球場的 草地面積 其實是十個這麼大 所以範圍之港 大家可以理解工程的規模 是大的 和上蓋 是有個關係在這裏 上蓋和地庫是高度融合 變成工程的複雜度 是非常之高的 除此之外 我們也要進行公共基礎建設工程 包括了行車道 行人橋 隧道 其實部分已經完成了 接下來主要是甚麼呢 我們現在正在施工的 是南邊的燈光設施 也都在西瑞口那邊 我們接下來會做一些配套設施 包括了建這個車路 橫跨了這個西瑞口 我們也會計劃有一條新的道路 在博物館上通往三號幹線 除此之外 排水、排污、供水等工程 在西瑞口做其實不容易 希望議員能夠明白到我們的工作量 除此之外 我們會密切監察整個工程的進度、成本 和質量、安全 所以各方面我們都需要一個總工程師 是令到我們同事進行監察 其實我們實質上就會去地盤的巡查 基本上我們每個月、每個星期 同事都會下去看 除此之外 我們都會做一些協調的工作 和政府各個部門 去解決一些複雜的配合事宜 做公訊詢和法定的程序 希望議員能夠理解到我們整個 南託檢柱總工程師的工作 和我們土託署就住香港的發展 在北斗區 好 簡單 或者你之後再說 其實我們也是 人手 稍後有機會讓你再說 好 麻煩 好 下一位陳永恩議員 謝謝主席 對於希望西九文化區延長偏外職位 我想重點問一下有關的問題 其實究竟有關的職位是用來做什麼的 因為文件只是很概念性地輕輕帶過 就是要監督整個文化區的發展進度 但是西九文化區 大家都知道 過去的工程往往超支和延期 例如汽谷中心、M家博物館等等 是否都簡潔證明了過去的職位 其實他未做到我們期望的功效 還是有關的同事的工作成效出現問題 我們新屆政府就以結果為目標 亦都提到要提速提效 如果有關的同事是真的不能夠達到我們的期望 其實我們都想了解 會否都加入一些職效指標或者懲罰機制 即是如果再有超支或者延期 甚至乎有些不太理想的情況 我們可否都考慮是削減人工 又或者是其他一些懲罰機制 就不會說我們賠了款之後 幾年之後才再去檢討 會否再是有一個延長 這是我的問題 謝謝主席 好 部長 多謝主席 其實那個首席工程師 政府首席工程師 和我們首長級秉級的助理秘書長 其實他們剛才提及過在那個開場白 他們是要負責去參與很多西九 不同層次的會議 在那裡留意整個計劃的推進情況 以及會發生什麼問題 然後提供一些意見 以至於有需要的時候 將有關的問題提升到給局長去處理 因為我們都有三位政府的局長 在坐在西九董事局上面 他們怎樣去監督實際這些工程的進度 或者是西九事務的推行 都是很有賴這兩位首長級的官員提供的支援的 剛才提到西九的工程都抗日持久 但最終都是有很成功的設施 也備受市民的讚賞 我想中間的過程的確是複雜的 因為當時又有高鐵所衍生出來的銜接問題 又有地盤上與遇到的困難 招標上的困難 但是雖然經過這麼多困難 都一一克服了 我們都起到這些設施出來 所以都可以見到 無論是西九管理局 還是政府負責監督的同事 其實在過往的年數裡面 都真的盡了我們的努力 才看到今天的成績 當然你說西九的工程 相對於最初的估計 可能在費用上或時間上都有所不同 但這些都是因為 剛才提及的不同因素所導致 如果簡單地說 將責任歸咎於個別同事 可能也不是一個這麼全面的考慮 我們會盡心盡意地做好這個項目 亦希望議員可以支持 下一位 姚派能議員 多謝主席 西九是一個很龐大和複雜的計劃 當中也涉及到很多政府 和西九管理局的協調工作 所以我原則上是支持保留這三個職位 這三個都是偏外的職位 但是希望西九的項目可以順利推進 成為一個推動香港的民旅發展的重要景點 我有三個問題想跟進一下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三個的偏外職位 為何一定要延長五年呢 其實去到2028年 會不會三年都夠呢 這個想問一問局方 第二個就是說 首席作為秘書長的職責是很重要 在政府和西九的重要的橋樑 兩個之間 不單止要監督西九 還要負責協調政府 在文化創意產業 臂院場地和博物館等等的政策 但是在職責說明裡面 看不到有什麼和旅遊有關的 我想了解 西九作為一個很重要的景點 西九和旅遊發展相關的事務 現在是由首席作為秘書長去協調 還是由旅遊事務處的同事去負責 還是說大家一起都要下水負責呢 第三個問題就是 文件裡面 附件一的第十段都提到 即是西稅收回的經驗權回來之後 那個收費廣場 都能夠騰出到一些土地 是作為一個 就是用了一個交通樞樓 那這個是 就是有個契機為西九那個 就是提升的唱達度 也是可以減輕那個西九一大的交通階室的問題 那但是我們旅遊業界 非常關注那個 即是旅遊巴、泊位、停泊那個 這個問題能夠 會不會一拼都能夠解決呢 那因為接下來 我想通關之後 或者未來旅客重臨之後 我相信都是很多旅遊巴 會是組織去到那裏參觀博物館 以及去西九一大的 三個問題麻煩 好的 部長 多謝主席 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那麼五年呢 其實就是 我們預視 剛才開場白都說過 未來五年呢 講的工程量都還是十分龐大的 去到二百五十億 相對於之前五年是一百七十億 那所以呢 我們覺得 就起碼這五年 我們都仍然需要這兩個職位 那至於長遠一些 到時是否還有需要保留呢 或者作其他安排呢 那我們就保守一些 到時五年後再看 所以我們都沒有要求 開一些的上限職位 但是也想強調呢 那個首席秘書長呢 他要負責的工作呢 其實很多都屬於是 就是常設要做的事情來的 因為你西九管理局以前就建設階段 但是現在開始了營運階段 以後是全面營運階段 那你都有很多事情呢 要跟他協調 要跟他統籌 也都要監督他 那麼 另外剛才也提到 他又加深加了關於創業產業 那些政策的問題 都是要他處理的 所以我們預視這個位置 其實需要的是一個常限職位 不過我們現在先開著五年 繼續看著情況 那至於第二點 那個關於旅遊方面 這方面呢 姚議員提得非常好的 那其實呢 就是以前西九都仍是建設階段 那就無所謂呢 就是營運 那現在他開始了營運 其實我們要考慮 如何養開利用西九的設施 更好地推動這個旅遊業的發展 那這一方面呢 這位首席秘書長呢 他就要跟西九和政府那裡 就是要拉大家一起去談 那些不同的安排 包括怎樣 就是大家都知道 很多現在西九那些 就是那個觀眾 都真的很多 但是可能呢 就是都滿足不了大家的需求 那再加上以後有遊客呢 這方面呢 都要有一些整體的部署 以及考慮怎樣 可以為遊客增加他們 方便觀賞西九不同的節目 那當然啦 旅遊事務署都會參與的 但是就是居中協調 我們這位同事都要負責了 那講到西稅那裡 我將來走到西稅免收費 自動收費系統之後呢 那可能有些土地可以騰出來 那那裡呢 我們都會一併考慮呢 就關於剛才的遙遠提及 那些旅遊巴的停泊的需要啊 安排啊等等的 那我們以後都會綜合考慮的 謝謝主席 謝謝 謝謝 下一位蘇長榮議員 主席 隨著那個M加和香港博物館那些設施建成呢 西九文化區的格局已經初級規模 內容也都很精彩 全社會確定是有目共睹 那如果西九文化區全部建成呢 應該是可以成為香港中外文化中心 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的靈魂設施來的 所以本人呢 會支持 那三個編外職位繼續保留 但是呢 我有兩個問題呢 想請教局方的 第一呢 就在文件裡面呢 看到呢 就是保留那三個職位的使命呢 是監察和協助西九計劃的推行 以及西九建設工程的推進 那都是跟西九接下來的建設速度啊 和成本控制有關的 而西九文化區的建設的進度呢 就由於各方面的原因啊 正說局方都說了 一直都被人家救病是龜速發展 即是烏龜的龜 同時呢 成本又大幅超之 類似呢 就是M加那個建設呢 最終呢 花了四十九個億 那雖然呢 是早期的余算距離員工的時間的跨度很長 但是客觀上呢 就是較原先余算的三十三個億呢 上升了五成的了 那麼被人家這樣指責呢 我看你們局方也很頭癇 那不管什麼原因 我認為呢 既然前邊已經有經驗借鑑了 那這三個職位繼續保留下來 那又會不會重蹈覆轍呢 我相反我不是擔心你那三個職位保留下來 擔心你不夠人用 到時候油市好像之前那樣 拖時間啊 超資啊等等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還有什麼措施呢 政府有什麼措施呢 去確保那個進度 和成本控制 在你們的如期之中呢 那第二個問題呢 就 我幾個月前呢 就聽西九管理局 在立法會裡面去介紹呢 就說 不去擠佔政府改善民生的資源呢 就以兩條腿走路 其中一條呢 就是開圓了 開圓這個計劃通過 盤闊西九那些土地價值呢 去盡量確保 超出了立法會批准以外的開支 那麼這個舉措呢 確實是很務實的 我相信呢 也都要具備操作性的 但是我想問呢 就是 最終的具體 辦法是怎樣 方不方便告訴本會呢 現在呢 又進行到什麼程度呢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 多謝蘇議員的問題 那麼其實 剛才第一個問題呢 關於監督和協助 他推行西九整個管理計劃 那麼 剛才我也提及過的 這兩位首長級的官員呢 其實他們要參與很多 日常西九的不同層次的會議 那麼 在那裡提供一些指引意見 以至有需要的時候呢 就 向有關的問題 提升到局長的層面去考慮 和處理的 那麼 也都是有他們的存在呢 才能令到我們三位的政府董事呢 可以 有效地履行他們作為政府董事的職能 那麼 其實就是 在過去 雖然西九那個項目呢 是剛才提過的 都有它的 就是 那個 那個 需時 和那個資金方面 帶來的一些問題 但是最終我們都是有順利解決到 令到現在這些設施呢 可以順利運作 那麼 那麼 所以我們覺得呢 有很多的支援或者是一些的指引給他們 希望他們怎樣做 例如剛才 就是不同的私人承辦商那裡去合作發展這些地方 那麼就在那裡產生一些資本性的收益 以及一些就是營運上面的收益 那麼可以拿來支援西九的長期的營運的 那麼具體的安排呢 西九那邊其實現在一路就進行中了 那麼我看看同事方面還有沒有補充 好 剛才我們提到呢 就是說 因為那個上概的商業發展呢 就是會提供一個收入來源呢 就是給文化藝術設施呢 它營運用的 但是這些這樣的 上概商業設施就要 它是建基於在我們那個 綜合地庫上面 所以要建好這個綜合地庫之後呢 才可以繼續發展上概設施 那麼我們 現在其實那個西九的安排呢 都會將這個綜合地庫 和上概的發展呢 就會將來是交託給 那個上概發展商一併去做 減少了那些的銜接問題 會加快了那個工程的 那麼就會 這個方法是可以盡早 就給到這個收入呢 就是去改善這個西九管理局的 財政的困難的 多謝 好 謝謝 好 接著到我的時間 我自己呢 都是支持 民意圓是支持 這個開委 這個額外編合職位的延伸 我自己覺得整體 就是西九文化區 在這一兩年 是佔上軌道的 做多了很多工作 我自己都經常去西九文化區 我覺得近來那些節目 是很高質素的 很多市民都是去的 亦都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娛樂 經驗、體驗等等 所以都希望 各方繼續努力 另一方面 其實我們香港 接下來要擔任 這個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其實真的很多工作 是要做的 而西九文化局 或者西九文化區 正正是一個龍頭 所以 離開的工作是重要的 但是我也明白 很多同事都關心的 其實過去我自己都參與了西九文化區工作很多年 其實特別是 頭幾年 是真的遇到很多阻礙的 特別是工程的進度 我自己期望 新的職位 或者延伸這個職位 可不可以審視一下工程 特別工程的進度 因為現在的體驗 都是還差一些 大家都感受到 你進去 其實有多少地盤 其實還未很完善 雖然我們賣了地 又快地又成功 招了標 我希望工程是盡快做 再做得快些 我們在另一些場合 在跟防屋事務的時候 經常都追著一些公屋 可不可以怎樣建快些 怎樣建快些 你們還有沒有空間 可以再壓縮一下 那個時間表 再逼一逼整件事 將整件事的盡情可以加快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 就是幫業界說一下 因為現在的賣票情況 這個入場 你們之前都很好 就是博物館那些都放鬆了 但是八成半的入座率 都是還未鬆的 都希望順便可以說 也希望可以盡快放鬆 因為這個對業界 都是很大的幫助 都希望可以聖誕農曆新年的時候 有些入場率可以高些 有些可以看順便可以回應 兩件事 謝謝 多謝主席 關於加快進度 我們完全同意 我們都希望 我們可以有效地監督到西九管理局 是預期和準時完成所有工程 最好可以提早 因為正如主席所說 當你的工程一延長 其實開支就會增加 因為今天的錢和明天的錢 價格都不同 我們要考慮通脹等等的因縮 這個我們方面會留意的 我們都希望可以做得更好 那麼我們的同事其實 一直都在做這一方面的工作 我們都是剛才提及過 我們是全面參與西九管理局 很多不同層次的會議 去提供一些意見和指引 例如他們在招標上面 我們是否看到有些地方可以改善 令到他們的效率可以提速提效等等 這些我們都日常都會做的 那麼至於說入座率那裡 可不可以由85%提升到100% 我們局是完全支持這件事的 不過整個政府都要考慮疫情的發展 那麼大家都知道最近這幾個星期 疫情的數字都上升得頗快 那麼我們會全面考慮 什麼時候是可以再做進一步的放寬 好 希望繼續幫忙爭取 好了 如果這個議程 我們都討論了不短時間 那麼最後就想問問這麼多位委員 是否同意不反對當局將這個建議 提交人士編制委員會 是否都支持 OK 那就好了 這個議程就到這裡 接著我們下一個議程 都是副國在這裡 就是關於建議在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是開設一個助理市政處長職級的上一職位 這個文件也是CB21004-202-203 我照還有幾位同事 我都正在來 謝謝主席 或者趁同事走進來的時候 我也爭取時間 就開始介紹這個文件 我們今次提交建議開設的一個 是康樂及文化事務處首帳級 第二級的助理市政處長的常額職位 用來強化和理想現有的編制 提升策劃能力 以及推進政府長遠的文化發展藍圖 行政長官在2022年的施政報告中 承諾了有多項和香港文化長遠發展有關的重要措施 康文署是需要全面配合 以全面落實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 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倡議等的重要政策方向 其實由康文署至2000年成立以來 文化事務部提供的服務範疇都不斷大幅增加 現有的三個助理市政處長的職責也不斷擴大 需要增設新的助理市政處長 才可以更專注地做一些策略性的宏觀規劃 定定和推行針對性的發展路向 持續地推動香港文化的長遠發展 那四個新的工作範疇包括 第一就是鞏固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地位 裡面其實就是要全面提升和大灣區和內地不同城市 和海外的文化交流和演出的機會 擴大節目的內容和合作夥伴 每年在不同的內地城市舉行香港州 將這個打造成為更加強的品牌 甚至是拓展到海外 推展2024年在香港首次舉辦的 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 亦都加強和九加二城市的聯繫 第二個方面就是提升文化基建 施政報告都有提及 十年的文化藝術設施發展藍圖 康民署就要負責統籌和推行這些新的文化設施 規劃和發展 這些設施包括有北部都會區 和明日大嶼的全新的大型文化綜合項目 康民署就要去考慮它的定位和功能 配合香港整體都會的發展 第三個方面的工作就是發展藝術科技 透過即將落成啟用的東九龍文化中心 我們希望康民署可以全面推動藝術科技的發展 亦都強化東九龍文化中心藝術科技學院 它的國際合作網絡 希望將這裏打造成為區內藝術科技的發展重鎮 和交流中心 以致可以培育這麼多的藝術人才 建立香港藝術科技的品牌 作為其他場地的示範和模範 帶動香港整體藝術科技的發展 第四方面的主要工作就是 傳承和推廣香港流行的文化 我們會和業界和持分者 建立緊密的聯繫和協助 牽頭去策劃 即將將會舉辦的盛事就是流行文化節 這是一連串不同的活動 所組成的一個全年的項目 希望一連接一連做下去 打造香港成為全城和推廣流行文化 作為香港重要文化特色的樞樓 也研究如何長遠考慮設立這個流行文化館 作為流行文化的地標和旅遊景點 促進這個文化和旅遊協助 這裡我想直擊提一提 康民署自從2000年成立以來 首長級的人手一直沒有變化 沒有增加過 但工作量不斷增加 康民署現有的人手是10,500人 但我們只有12位首長級的職位 相對於其他差不多大小的部門 例如食環署或消防署 他們都說大約是11,000人 和康民署的規模相約 但他們首長級的人數 都有20多位 我們康民署明顯是少一部分 其實這麼多年來 他們都是很盡力地 不斷承受不斷增加的工作量 面對這些新的發展 我們是覺得很有需要 增加他們的首長級的人手 去到領導和指導不同的工作 才可以順利通一響 多謝主席 好 看大家有沒有提問 先來荔枢宗議員 多謝主席 我聽局方這樣介紹 好似康民署剛剛睡醒 剛才說的 你落來了四條 一個鞏固中外文化中心的地位 第二個提升文化基建 第三個發展藝術科技 第四個傳承 以及推廣香港的文化交流 這些事情本來康民署之前都在做 不是說現在定中外文化中心才搞 先進行這些事情 所以 剛才定了這個副主長 能不能涵蓋了康民署或現在中外文化中心 所有要做的事情 以前不用做這些事情嗎 所以我認為 我不是說其他意思 我是不是現在中外文化中心 只是多個副主長就可以 你其他團隊的配置 以及有關藍圖規劃究竟是怎樣呢 又有沒有 以及一起同步協同去推進 我想關心的是這個 明白 謝謝主席 首先我澄清一點 我們要求開設的助理署長的職位是D2 不是一個副署長D3 現在負責文化事務的康民署 有一位副署長加三位的助理署長 那三位現時的助理署長 一個是負責圖館 一個是負責表演場地 還有一個是負責博物館 我們剛才說的四大工作範疇 新的意思其實就是每一個工作範疇 當然譬如第一樣鞏固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不是說以前不好做 不過我們以後要做的工作量是大很多的 我們估計如果按以前的做法 我們是應付不了我們現在香港的發展需要 因為第一譬如我們那個一帶一路 我們說的大灣區 都是近這兩三年提出的一些很概念性很宏觀的一些視野 要我們去推動的 我們要做這一方面的工作 其實是需要有更專注的領導人手去推行才行 至於說到譬如提升文化基建 我們其實剛才那個文件的開場白都有說 我們以前從2000年到現在一直有做的 但我們以後又要提效提速要提供更多 行政長官都說了有個十年的設施藍圖 這些就是我們要做的速度和我們要做的量都是跟以前不同的 才能滿足到我們那個中外文化交流 還有藝術交流中心的發展的需要 所以這裏也是需要有一定的加強 我們才可以交到課 簡單來說 譬如藝術科技 最近這幾年藝術科技的應用的確是廣泛很多 因為我們互聯網現在去到web3.0 這些都是近一兩年才開始新興的東西 我們在說Metalverse或者NFT這些 也是最近這幾年才開始的一些新的事物 我們怎樣把它套用在我們的藝術的發展上面 怎樣去豐富我們藝術表演的不同的形式 或者致內容 這些都需要的人去引領 還有我們要在那個東九龍文化中心那裏 我們希望可以跟大專院校有多些的協作 大家一起去開發怎樣應用 以致去發展一些新的藝術科技 這些以往都有做 不過做得少做得慢 現在我們要做得多要做得快 這樣才可以符合到我們的發展需要 所以我們都需要有新的人手去看 去到成全香港流行文化 還有推廣香港流行文化這裏 大家都明白了 我們在說八、九十年代的時候 我們的流行文化是一個經典 影響整個東南亞 以致韓國、日本、內地 但是我們怎樣可以用回我們當時的經驗 怎樣去將它更生滿代 以致用以前的經驗去操廣我們 你所說的那些事我也明白 我現在不是有兒院的人 我現在主要說 就是你羅列那些 他負責的那些事更加小過局長 加小過你們局長 能否具體一點 不要那麼寬泛 你剛才博說發展藝術科技 是現在才開始 以前都開始的 艾術科技 一直與時俱進 以前是低檔一些 低級一些 現在是先進一些 更新換代 以前是沒有艾術科技的嗎 一樣有 所以一直在這裡搞定 不是今天才生出來 多謝 多謝 當然這些是他要負責的工作 但是他都需要跟其他那三位助理處長去協調 譬如他規劃的文化基建設施 也說有圖書館、有表演場地 他都要跟另外那一位助理處長去溝通 怎樣做 其實我們是有這個新的助理處長 我們希望他在這幾個範疇 可以加強到我們那個領導的角色 也提供更好的意見給局長 以至於政府高層去參考 這些工作可以怎樣去開展、怎樣去推動 制定一些詳細的計劃 或者是一些意見給他們去參考、去考慮 所以並不是說他做的事是比局長更厲害 只是我們都需要有一些首長級的同事 去支援局長去考慮這些問題 或者是怎樣去推動香港 在這方面的發展 好的 下一位 葉佩能議員 多謝主席 主席,大家都知道 過去康民處的工作 重點是照顧我們本地市民的 日常的文化、康樂、體育這方面的需要 針對點、服務的方向 主要都是本地 所以蘇掌榮議員的形容都是貼切的 現時來說真的要醒醒了 因為現在成立了民體旅遊局 這個新的局的設置 正正是要將康民處提升到一個新的層次 除了要滿足我們日常市民的文化、康樂、體育這方面的工作之外 亦都是要在一個民體旅融合的方面 參與下去一起工作 今次這個新的職位 我覺得主要的工作是在一個文化交流的方面 推廣香港的流行文化 以及肩負起對外 推廣香港特色文化的重任 這個亦都是代表康民處的工作 是更加趨向一個民旅的融合 推動文化旅遊向外 講好香港故事 所以我是會支持的 我亦對新的助理處長 抱有一個很大的期望 我有兩點問題都想跟進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旅遊業 我們擅長作為專長的就是 組織觀眾、組織客人 當局有沒有構思、有沒有計劃呢 新的助理處長 如何加強和旅遊業界的持份者多些合作 利用旅遊業界的網絡和經驗 去做好一個文化交流和推廣的工作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覺得除了新增的助理處長 這個職位之外 其實其他那幾個助理處長 我都認為是 想了解當局 其實有沒有考慮 在他們的職責範疇裡 都要增加一些對外推廣的職責 例如在康民署裡 大家知道現在有十七間這麼正的博物館 如何好好地運用這十七間博物館 除了滿足我們本地市民的日常需要 但同時間可以用好它 作為吸引旅客的重要特色景點 去彰顯到我們香港的特色文化 這方面不知道局方有沒有這樣的構思 我現在請副署長作詳細的解答 不過就著第二方面 很同意的姚議員你的意見 其他那些助理處長 他們都要看這一方面的工作 例如負責博物館那位助理處長 要考慮一下 怎樣可以令到那些博物館 可以便利到遊客 希望遊客多些參觀這些博物館 增廣他們的體驗 香港不同的體驗 譬如負責表演場地那個 也要考慮表演場地安排 跟我們的旅遊旺季的配搭 以至怎樣在旅遊單櫃的時候 都可以考慮有些項目 可否吸引到有些旅客來到香港 這些他也是要考慮的 詳細的情況 我交給副署長再補充 好 多謝議員聽到 其實這個姚議員都很精準地看到 我們新的助理處長 其實很大部份的工作 都是把香港的文化推出去 就是把我們的藝術家 藝術團體的表演 把我們的流行文化等等 其實其中一個 也會為及香港和海外的觀眾的 就是我們最近新成立的文化推廣大使 委任了譚吳豚先生 這個其實都是我們新的助理處長 會負責這個計劃 怎樣跟一些國際大師 合作做一些表演 然後當中可以讓我們本地的藝術家 特別是年輕的藝術家去參與 而亦都將這個項目 作為香港的一些特色品牌 去吸引外地的遊客 來看這些表演 甚至乎將我們這些做得這麼好的表演 可以帶出海外 亦都我們的十年計劃 會做一些定位 或者是一些我們叫R&D的研究 去怎樣在大灣區 甚至乎在我們的區內 這些大型的文化設施 可以做得更加可以補足到 我們一些旅遊的需要 吸引多些不同的遊客來到香港 另外就是其中一個 也都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我們大灣區 如何連接大灣區 做一些我們大灣區的藝術節 如何將香港作為大灣區的一個很好的平台 不單止是2024年 我們香港主導去做這個大灣區藝術節 而是基於那個經驗 如何長遠我們香港 繼續可以成為大灣區的一個吸引遊客 以及可以做一個中心的交流點 亦都很同意我們其他的AD 其實他們都會做這個加強的旅遊和文化工作 例如我們這個博物館方面的助理館長 其實我們現在說 我們會在維港做一些更多的大型藝術裝置 去招來海外的觀眾 我們接下來會在 譬如說在Art Basel的藝術月份 去推出這些大型裝置 這些都是由我們博物館那邊的助理館長去帶動的 包括我們新成立的文化非為辦事處等等 這些都是很好可以吸引到外地的觀眾 以及講好中國香港故事的 這些工作我們就是有一個新的助理處長之後 我們其他的助理處長就更加可以聚焦在他們的範疇 所以我們也會做多一些交流和和女友相關的工作 OK 好 最後到我的時間了 我也是支持曾慈座理市處長的職位 我自己看得到 康民處的工作現在是吃重了很多 我跟這兩位同事說 之前可能都是處理一些地區性的事務多些 但是現在的地區性事務其實你都要做的 因為民政事務局跟你分家之後 其實我覺得康民處的工作其實理論上是多了 再加上就是現在我們要發展中海文化技術交流中心 其實當中其實今次的施政報告裡面 都很多事情是關閉文化藝術事的 包括了十年發展藍圖 專責委員會等等 所以我自己覺得是多事情做的 當然我自己也覺得去康民處我自己看 其實我們都是很有優勢的 特別是博物館 最近都去很多個 我覺得這些博物館是做得很出色的 不論是科學館 近來的展覽 海市博物館 又有些機會可以讓市民去住 去體驗 這些都是一些好的嘗試 康民處的網站也做得很不錯 近來的 所以其實整體我覺得是有進步的 不過我自己也是特別關心那些場地 其實剛才也有說 十年發展藍圖的計劃 其實是由三萬個位置 三萬五間到五萬個位置 我不知道局長哪一個會負責這件事 因為我自己過去體育的經驗 我就媽媽低了 我就覺得做得太慢了 你這個三萬五到五萬這個職位 即五萬個位置 其實都是很劇重的 現在經常都說來說去就是不夠長 其實我們當然希望你們有個同事 是跟得緊一點 但是我看這四個座理處長 似乎不是主要是跟這些 副處長是跟的還是怎樣的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城市電腦售票網 我剛剛看到也有個字在說 剛剛更新的 炒場的問題也是嚴重的 譬如這些事情 是不是有個同事負責 關於處理炒場 或者接下來的城市電腦售票網 的網站運作 以至到接下來的康體通 可能沒關係 都是這些方面的工作 是怎樣去做的 整體而言我希望都是康民署的角色 可以升一個層次去處理 比較宏觀的事務 任教授 多謝主席 就住設施發展 的確這個新署長其中一個重要的使命 就是負責去推進那個十年文化 藝術設施的發展藍圖 正如主席你都知道 第一我們要建的設施其實是多的 內容也是越來越複雜的 要求越來越高的 亦都有不同的其他的持份者 以至政府的部門 是需要在我們的項目裏面 是為他們 考慮他們一些需要的 例如泊車位等等 這些都是越來越複雜的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加強領導的人手 令到推進這些工作更加暢順 當然這位助理處長 他們是負責具體的工作 具體的這些考慮 以及提供一些建議或意見 但是它上面的副處長 以至於處長 以至於我們局長 都會一起去監督這些計劃的推行 務求如期達標地 即按我們的預算可以做出來 炒場那裡 其實我們一直都關注這個問題 亦都不斷有一些措施去推出 但是可能有時候都是那句俗語 倒高一尺摩高一尺 我們都唯有不斷地去更新 我們的措施去應付這個問題 我們很願意考慮 各位不同意見提出的 我們看看怎樣可以做好 好 蘇張榮議員 是不是還有些事情要補充 剛才說副處長說的更加具體化 這個助理副處長做什麼 首先我同意設立這個職位 剛才我想搞不明白的就是 你剛才說的那些 所有四項工作的使命 比楊潤雄還要全面 所以我相反聽不明白 所以我想知道那個助理副處長 是具體做什麼的 剛才說的中外文化交流 顧名思義 剛才副處長解釋得很清楚 對外、對國際、對內地 如何更加密切地進行交流 有效地進行交流 相反我聽起來 我覺得這個位置開得還算合理 多謝 多謝主席 多謝蘇議員的提問和意見 多謝你的意見 我們回去會在我們人事編制的文件 將這些東西寫得清楚一點 讓其他議員可以更明白 我們的需要和實際工作 多謝你很寶貴的意見 謝謝蘇議員 好,我們這個議程都提問完了 大家如果想問這麼多位委員 是否不反對當局 將這個項目的建議 提交人士編制委員會 好,如果大家都支持 希望可以盡快 最後到其他事項 提醒各位同事 今次是我們2021年會期的最後一次例會 再一次感謝各位委員和政府當局的代表 支持和積極參與事務委員會的工作 也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如果沒有其他事項 就宣佈會議結束 謝謝大家